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Q的玩法和百万富翁差不多 总共有12条MC 但每题只有10秒回答 而题目大部分都是冷知识和常识题 例如关于时装的 哪一位创造了经典的小黑群? 关于科学的 科学家最早发现以下哪一件事? 很多问题都问得很刁钻 要赢其实很难 HQ会以直播的形式进行 香港时间星期二至日 会在凌晨4点和早上10点直播 星期一就只有早上10点一场 以我的聪明才智 我打算答一题就当自己赢了 这个就是主持人 就是美国陈契泰 这个 到78万了 直播 开始了 开始了 到底能不能够到第一题呢? 第一题都不需要我怎么办? 好,撞吧 这个吧 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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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好了 玩完了 拜拜 拜拜 其实那条问题是问 pizza上最常见的配料是什么? 选项有 辣肉肠 花生醬 和热情果 而我吃甜pizza 所以今次我只是因为文化差而输 都是看回其他玩家 今次有78万人参加 总共有78个赢家 每人可以分到25元 不过早前就试过只有两位赢家 所以他们每人可以分到6千元美金 因为游戏的节奏很快 通常一场直播只有十几分钟 所以蛇王一阵都够时间玩 要赢到最后 其实都有几个tips 最好就是 约齐一班friend 或者同事集思广益 答错之后 都可以继续玩 熟悉问题和他的玩法 或者推荐朋友玩 之后每场就可以多一个答错的机会 最重要 都是要读多些书 学多些东西 祝大家多些